哇 海邊來了 到了 好爽喔 天氣超好的 超亂 到了 不行 我要拍個有精神的開場 嗨大家 今天要進行的是一個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騎腳踏車 然後等一下再去海邊 這一次跟我喜歡的一樣是 妮娜跟阿珍 就只有你們這兩個朋友了 對 唯二的朋友 唯二 出發 哇 有個狂飛雪耶 有一隻超大的 好涼喔 雖然今天太陽很大 但是今天的風也很大 所以每次只要風一吹的時候 我最會覺得超級涼的 阿珍你好強啊 騎路上騎腳又走了 天啊 哇 哇賽 哇 這個大樂天騎車是值得的 水水門來看 水 然後現在天氣超級好 然後整個路上騎車超涼 雖然還是很曬啦 可是超級涼的會看到藍藍的海 兩位美女 熱熱的 這個人已經快掛了 對 去完石門的婚紗廣場之後 我們決定從白騷灣騎車 一路前進潛水灣 中間還會經過雙灣自行車道 在這麼好的天氣下騎車真的很舒服 超適合騎腳踏車的 還不錯啊 這天氣太好了 這條路真的很美 就是可以沿路看海 但是呢就是從白騷灣騎過來 還是會有很多馬路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騎這條 還是要小心 這邊我們到的地方叫做 孜蘭海上平台 然後它就是在潛水灣旁邊 可以在這邊看夕陽 跟U-Bike說掰掰 再見 現在呢 已經是個超級防曬人 因為我們現在是正中午的時間 我們剛剛騎完腳踏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潛水灣這邊 對 然後我們想說 中午這個時間呢 就是很適合在海邊的咖啡廳 廢一廢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間叫做 公雞咖啡的地方 其實我以前讀北藝大的時候啊 離這邊非常近 然後我們每次就會來海邊玩 雖然是一個只要來潛水灣 就一定會來的咖啡廳 然後就是這邊這一整排 全部都是一些咖啡廳啊 然後景觀餐廳 我記得我之前來的時候 每次都會在這一條散步 然後到時候五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夕陽 這邊真的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 離台北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最近的海灘就是這裡了 就是到這邊 就是有滿滿大學時期的回憶 對 之前就會偷偷敲課來這邊玩 太早起來的我們 陷入了睡眠模式 我們點了一個什麼啊 細枝水果餐 這就是 實際上最完美的水果餐 重點是 這價錢跟這價錢幾乎是一樣的 這超大碗 對 這超棒的 我直接躺在這裡面 好了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了 我是跟阿妮出來玩嗎 這個阿妮是怎麼回事啊 是必要的 請各位來海邊記得要防曬 不要像這個錯誤師般一樣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先人長 他長得好奇怪喔 你們看到那邊有一坨小洞洞在動嗎 好可愛唷 什麼他的尾巴都這麼可愛 衝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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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小狗狗 哈囉 哈囉 終於可以來海邊玩水了 好 各位 我們要衝進海裡了 GO 真的 你真的要不要動作 超滿 夠了 哇 好石頭 就是水的溫度很舒服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叫 石磚 為什麼有石磚 哇 嗚呼呼 下去的時候好冰喔 嗚呼 欸 它的水那個高度是剛好 你可以坐在沙灘上 然後也不會被淹過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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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你超快的 啊 啊 好 下來了 沒事了 沒事了 好了 好了 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好啊 啊 我在撿那個珊瑚嗎 來 我們把它放回去 好好的 抱歉 請不要帶回家 欸 真的很淺欸 現在這個高度完全 我們已經越來越遠了吧 還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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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損失在哪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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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見了 各位 再見了 再見了 我要綠島見了 這邊也在相逢 來這裡可能比較適合就是坐在海邊 休息 這樣還要換地方 因為我之前來的兩層 在比較旁邊 比較沒有那麼多礁石 這邊的石頭比較是 啊 比較是這種粗粗的石頭 我們之前來逛的時候那個水線完全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邊這個咖啡廁這一條 所以這一區其實玩水玩起來都不會踩到石頭 但是今天的那個浪就是那個海真的超級無敵遠邊 然後整個礁石都有露出來 好的 我們等一下就要拍一個 下子講衝進海裡的畫面 沒錯 這個鳳梨 這個鳳梨 沒有錯 好恐怖喔 你幹什麼 打人啊 啊 鳳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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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的人喔 好期待的人 準備好了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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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s 唉 ~! 啊 賀神 小兰 啊 kontenta 我到來 스�cando tale 天啊 steering 廝 啊 UFO 好 這隻是零光棍 好像還蠻爽的 欸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很香 很快的很棒 我幫你遮一下 來 怎麼會有貓咪 我的貓咪 喔真的 牠是不是很怕 牠叫什麼好可愛喔 奶茶 牠看起來很陡耶 對 好可愛喔 超可愛 嗨 好可愛喔 好啦我們這邊現在已經 Nikea完全下山了 但是天空呢還是橘橘的 超級漂亮 那我們在這邊再飛一下 然後我們應該就要回去 等一下 我仔細看才發現 有那個光線量往上 哇 這故事梳理了太陽耶 猜美了 怎麼可以這麼做 猜美啦 拜拜各位 我們到達了今天要住的地方了 耶 嗨 入住 入住 來來 誰要幫我 誰要幫我導覽 來來來 導覽導覽 這裡是秋的 Beach OK 這裡漂亮 有一個桌子 喔 我看得出來 錄下來了 完蛋了 我們今天住的是海景四人房 然後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到這邊 一大片海景 去你去 快點快點快點 什麼 再見喔 我的朋友 你今天就睡外面吧 交出一百萬的讓你 一百萬 我現在到他們的陽台 可以看到外面就是沙灘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還有一些 應該是酒吧之類的吧 我覺得這位置真的很讚 就是明天 我們要來海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走下去 然後晚上還可以聽到海的聲音 其實我來潛水灣這麼多次 但這應該算是我 第二次就是真的在這邊住宿 兩次在這邊住的感覺 就是真的很好 然後我覺得還蠻適合規劃兩天一夜的行程 雖然其實距離很近 就真的是開一個多小時就抵達 但是就會有一種 喔 離開台北 然後去外縣市旅行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的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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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是這麼回事 他床超軟的 他床超軟的 我們到了印度餐廳 這好華麗喔 重點是上面有個聖誕老公公耶 為什麼 再見 晚安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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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來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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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玩食物 食物 看起來超 這真的超香 嗯 好好吃喔 好爽 印度餐真的太強了 好的各位 那我們一樣數到三 一 二 三 好 開動 吃飽 好爽喔 好好吃喔 嗯 他的牛肉超級嫩 菠菜味要香濃 就是好吃 你要來點什麼 Oh my God 喔 來來來 不要客氣大家 一個人拿20片 來 我們來乾杯 我們來慶祝 慶祝印度餐很好吃 耶 好爽 那家店我給100分 買的料菜都好好吃 買的料菜都好好吃 好爽喔 好爽喔 這個就說嘛 4500塊就放在這裡的 對 沒錯 這是這一片玻璃 這一片玻璃 好棒 好爽喔 沒人耶 他爽 什麼那些人是鬼嗎 不是 那邊全部都是人 你戴著 奇怪了 哇 這跳水姿勢 我給3分 好的 好爽喔 來看我們的 真實體選手 預備 跳水 超爽 超的棒 好爽喔 早安 我們現在弄弄 已經差不多11點 要到退房時間了 對啊 然後旁邊的view 就是180度的 民宿外面直接就是海邊 然後我就差不多 要離開民宿了 舍不得 民宿超美的 天啊 這個view真的 好感動 這麼美麗啊 喔齁 我已經拍了20張 model model 哇 哇 那我們的海景房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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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大家 我要到海邊了 天氣超好的 好可愛喔 啊 快點去水裡 去水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快點去水裡 好可愛喔 啊 怎麼那麼淺 好可愛喔 還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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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 大戰 即將展開 哇 好棒 等一下 爛了 哇這個爛很大耶 哇 欸好爽喔 好爽喔 欸阿珍 會不會同步 哈哈 哈哈哈哈 好痛 好痛 我都看過 好弱 好痛 oh my god 好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旅行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聊天夜的海邊 拜拜 好痛 他以為2020已經是個很多波折的一年了 沒有想到2021年又遇到更嚴重的疫情 原本以為這個夏天都要當個沙發馬鈴薯 只能從家裡的窗戶往外看藍天 但很開心 疫情趨緩 最後很幸運呢還能抓住一點點夏天的尾巴 我們要下一個大雨 最後一刻耶 超好玩的 真的很快啊 各位 我們要趕快回去了 看著這個藍天真的很療癒 最後我們去了自然意境咖啡 這邊離海邊大概是10分鐘的車程 而且食物還蠻好吃的 感謝這兩天陪我一起玩耍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今天就在這邊畫下句點吧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 留言跟分享 還有訂閱跟按下小叮噹 我是紀莉 短暫那是愛拍片 愛花花也喜歡唱歌的金魚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